大家好 我是俊哥 我又回來了 今天是世界杯開球之日 你看看著著性感 剛剛看完球就有空了 主要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款 抽油煙機 北美紐約這邊 這款牌子賣得很好的 它是方太 我是買了兩年 我之前一直沒有看 因為我想看看它的使用過程 之前忘記了 趁著現在的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的這個位置 是一個微波爐 這個距離是30寸 這個距離是30寸 在北美這些是國產的 中國推出的 它也跟回我們的尺寸 它這個尺寸是有30寸的 這個型號叫做 UQS3001 叫做凌峰系列 它還有一款一模一樣的 它稍微有一點區別 即是內櫳 馬達那些功能全部都是一樣的 另外的模特兒是3002 它唯一的區別 就是這個開關 就是有區別的 稍後我給大家看 它是用了另一種藝絲的開關 就是輕速式那種的 我當時看過 這隻是$849 另外一隻大概是貴 那隻應該是$1,000多 我覺得就是這幾個開關的區別 而且我認為是實用一點 不會影響你實際使用的 那我就沒有選擇了 我選了這一款 那我選擇這一款 當然啦 你知道我們 還一定是炒菜 就會多一點 我們追求它 最重要的 抽風的力 要夠 這個很重要 以及 聲音 噪音 要相對的小聲一點 因為你想它很小聲 老實說 這樣的風力一定是不夠的 就是抽的氣力 一定是不夠的 我試了之後 這一款方太就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包括那個風力 以及那個安靜程度 性價比是高一點 我先說一下大概到時候安裝的時候 我會怎麼用 這個位置要注意 這個高度來爐頭 它規定 我現在是裝了 25吋半 25吋半 它的要求是在 20吋以下 反正控制在 24吋我還理想 因為它下低一點的時候 它吸力 會加 會快一點 控制得好一點 基本上安裝就不會太困難 我當時 走去 有間叫做 創意電器 買的 我買一部機 它包賣裝 另外包給安裝費 但我印象中是200元 200元 它包了這些工具 除非你後面要駁館 駁館長一點 我這個位置 就是 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這套外面 它裏面有一條喉 這個位置 你主要在你後面 我外面是 Dryway 開個洞 這條軟喉 它包了 已經有了 那你駁回外面 開了洞之後 那你就 外面要再來一個 不鏽鋼的 那個叫 遮風罩 那個最好是垂口 很簡單 你只要讀對的寸數就可以了 OK 我安裝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覺得 挺好用的 通常我們 的 爐頭後面 就 一是你做了處理 瓷磚仔 或者什麼瓷瓷 那些 我當時這個後面 是瓷瓷瓷瓷瓷的 我們炒菜會有油煙的 那我就 買了一塊很薄的 不鏽鋼板 用膠水一貼 就從這裡貼到底 那你到時清潔也很方便 還有我這個 露油不鏽鋼板 一體化下來 也OK的 整個造型也可以 OK 那這東西就是不鏽鋼板 這個功能 這個鍵就是Power鍵 一級 二級 三級 三級的抽力 這個就是一個自動感應的 那我開了一盞LED給你看 這裡有一盞LED 最高的抽力 OK 通常如果你炒菜 基本上都要用這個 那如果 因為我這裡的廚房是開放式 用高一點就會抽力 OK一點 夠了 這個鍵的時候呢 比如你煮完東西 那你 因為你這樣開著 一定會吵的 那你自然會關掉 你就按這個鍵 那你有餘 餘餘的氣 那些 它一感應到你 自動感應的 你一有餘餘的那些菜 那些 氣體跑出來 它就自動會著 它就會吸出去 這個功能挺好用的 除了吸力 還有 那個症之外 最重要是 清潔起來 方便一點 這個很重要 這個盤就是這樣的 推開 它可以輕輕一點 折下來 這兩個扣位 是扣了後邊 你裝回它 你一看 那你很簡單 輕輕一按 上去 那你平時洗 我們拿回來 用清潔劑噴了它之後 用暖水洗 很乾淨 因為這些不鏽鋼 什麼都不怕 隨便裝 隨便洗 比較好用就是這樣 而且這隻不鏽鋼很厚 這個風扇 這兩塊都是這樣 這兩邊都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考慮 入手這隻 因為它之前的方體還有一種 是斜 斜位的 斜位我當時沒有選擇 我一掃它用感應的 我就覺得不太好用 它是有一個 這個蓮子 你裝這個時候 你一個 會遮到 擋住你炒菜 如果這個斜 太斜的話 如果我們廣東人 熬湯 會有影響 什麼東西呢 就會有影響 它這隻 方太 它是有很多點 去銷售的 它標的 849元 你可以說價 你就可以跟它說價 你只賣相機 另外你再找人裝 你只賣相機 我印象中的最後埋單 應該便宜了100元 總體來說 是很滿意的 如果大家有用過什麼牌子 又好用的 又很清洗的 又靜的 可以在留言區 告訴我 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自己用來的心得 OK 他另外說 方太裡面還有幾個選擇 有一種 煙沖式的 上去 你看自己個人的環境 去選擇 我適合用這隻 就用這隻 OK 他又沒有給我們贊助 但我覺得 好用 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什麼 有什麼好的推介 都可以留言區告訴我 OK 多謝了 拜拜 加上 阿 幾個 快… 快… 在這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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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